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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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情初步阳升 CT值大约是25 当局仍要追查 它是在屯门还是竹谷湾感染 我们都怀疑屯门那里可能真的有一些隐性的传播链 加上有一些个案 最近这几个个案 比较迟才发现 可能在社区真的有一些传播 有个别的个案 很多是没有打针的 我们都希望呼吁市民不要轻视 如果有点不舒服或似伤风感冒 尽快提医生和做测试 屯门区内彩影站大批人排队 人龙在屋村里面兜圈 有市民带凳仔来排队 职员晚上7点已经举牌截浪 4点多来到 排到现在 我不在这里住的 天水未住的 都没办法的 现在排到这里 几个东西都要排了 排了几个小时 这些东西都排不到 安寧村这里的检测站 由下午到晚上 人龙都未消神到 过了晚上9点三门时间 继续有市民排队做检测 而当局为了应付需求 之后会在隔离的有外村 加设流动检测站 当我说屯门居民远检进检 除了延长屯门少林检测中心的开放时间 星期三开始亦都在区内 增设8个的流动彩影站 合共10个地点提供免费检测 无线电视机者 吴家軒报道 另外 曾出席红为民生日派对的 两个确诊女人 派对前到访的西营盘私人处所 同场再多7-8个人送入检测中心 上星期一 港区人大代表红为民生日派对 曾到场的37和43岁女人确诊 卫生防护中心早前说 他们在派对前一共5个人 渡过干乐道西115号 中心跟证门牌应该是155号 5个个私人处所 同场再多7-8人送入检测中心 至于追查红为民生日派对出席者的进度 当局说餐厅有安装闭路电视 但因为是新营运 所以当时没有运作 鄰近店铺或商场的闭路电视 也拍摄不到涉事餐厅的入口 另外 空姐妈妈衍生的陆田园群组 引起的中信证券公司爆发 再多3人确诊 累计6人染疫 新增的是两个职员 新增的是两个职员 和另一个患者的家庭 他们潜伏期曾到过港狗多处地方 其中一个48岁患者 潜伏期曾去过多间健身中心 也曾到过尖沙咀Club1 出席朋友公司的晚宴 同样源于空姐妈妈的外用群组 大埔美新大厦印容家庭 再多1人初步确诊 他上星期二曾到过 张军澳日出康城地盘巡查 上星期三到过 佐敦明珠广场10楼培训 无线电视记者曾报道 夜晚在有两个地方被围风强制检测 都是有住客初步显示感染变种病毒 其中确诊的中信证券职员 住的北角丰林花园第三期 夜晚7点起围风强检 工作人员上楼帮住户检测 而初步确诊的竹高湾检疫中心保安 住的屯门保田村第三座 夜晚7点半起也被围风强检 居民陆续下楼检测 为了应对第五波新冠疫情 全港幼稚园和小学 星期五或之前需要暂停面售课 有小学校长说 已经准备好网课的安排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星期说 不会轻然停课 因为会影响学童新生发展 但是时隔一个星期 因应至今有3个3至4岁的幼堂 被家人感染Omicron病毒 他出席行会之前宣布 全港幼稚园和小学 最迟星期五暂停面售课堂 或者所有校内活动 直至农历新年假期之后 而中学可以继续面售课 被问到是否停得太迟 他不同意 说有关决定不容易做 因为他会带来后果 现在后果已经很明显 很多的疑科专家 心理专家 临床教育专家 都说小朋友 尤其是这么小的小朋友 不能上学 长时间不能上学 对影响很大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要衡量 但是那些小朋友 就在家里感染了 回了学 就会令到有很多 紧密接触者的小朋友 需要进入检疫中心 就对他们有点不利 有家长不希望暂停 面售课堂 因为学校有去年 今年已经很少上学 如果真是杀到来 那没办法 如果停课 就学少很多东西 还有没有回学和同学玩 有小学校长就说 上个星期已经有心理准备 会随时暂停面售课 我也接收过一些家长 就跟我说 最近Omicron的情况很厉害 好像香港也多了很多 本地个案 我可不可以自己不上学 叫小朋友 自动停课 今年的时间表里面 都已经有几个模式 其实网课准备 我们学校其实已经准备好了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说 学童缺乏疫苗保护 改用网课在家里学习是折充的办法 强调学校的校舍仍然会开放 照顾有需要回学校的学堂 網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导 据了解 没有参与防疫工作的公务员 星期四起将会分组交替在家工作 公务员事务局向各政策局发指引 说考虑疫情和社会经济运作等的需要 在维持公共服务的前提下 实施特别上班安排 以减少社区的人流和社交接触 指引也提到 将会扩大弹性上班和吃饭的时间 等办公室的员工避开繁忙时间 亦都会按个别情况 容许怀孕和有长期病患的员工在家工作 有关安排将会维持到下个月4日 特首林郑月娥日前曾呼吁私人企业 容许企固员在家工作 但公务员暂时不需要退行 先有食一阵 回到其他消息 回到新闻时间 这次先看看财经消息 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报35,963点跌105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报4,673点升3点 欧洲股市 梁敦富士100指数升35点 巴黎剑指数升65点 德国Dex指数升167点 其他消息 保护儿童会同乐居职员涉验若疑案 警方再拉多两个幼儿工作者 累计16人被捕 警方说分别在将军澳和葵聪 拘捕了分别25和28岁女职员 涉嫌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人 虐待或疏忽 他们正被扣留调查 怀疑牵涉的受害儿童也多3个人 累计增加到29个人 同案已经有14个院舍职员被起诉 下个月21日再提堂 警方日前说已检取同乐居去年9月到12月期间 一共4万6千小时的闭路电视片段 只翻看了超过一成的录影 说不排除再有拘捕行动 一个21岁男人2019年在港铁棺堂站外 用戒刀割伤警员颈 承认蓄意伤人罪 下个星期一判刑 被告在庭上承认蓄意伤人 他读出亲笔的求情信 说过去因为不成熟、恐惧、受恨和愚昧而犯下大错 造成很多伤害 基于社会不要被仇恨之心蒙蔽自己 因为仇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唯有以理性和爱才能够解决问题 又说希望能够亲自向事主道歉 并且会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 辩方代表求情的时候 呈上精神科医生的报告 说被告患有自闭症普系障碍 容易受人的延迟影响令到行为失控 但法官引述被告的司长 形容他非常正常 不接纳有关的解释 辩方代表又说被告犯案的时候没有预谋 出门时没有计划伤人 犯案时间短 警员受伤后一直保持清醒 復康非常理想 但承认襲击警员和社会动荡之際 在公众地方犯案 更加似向颈暴要害属于家营因素 希望考虑被告认罪 扣减四分一刑期 法官陈慶慧批准将企图谋杀罪全党法庭 押后至下星期一判刑 无线电视记者钟卓希报道 美国航母卡尔·文森豪 据报在菲律宾附近海域出现 预料将会前往南海部署 如果属实 将会是美国今年首次派军舰进入南海 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 据报去年3月起开始派军舰 到中方在南海的人工堵礁附近航行 长期关注美军动态的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说 美国航母卡尔·文森豪 星期日在菲律宾南部石布淘水道附近出现 预计之后会进入南海 如果属实 将会是美国军舰今年第一次进入南海 亦都是卡尔·文森豪 时隔两个几月以来再次进入南海水域 除此之外 据报另一艘航母林肯豪 亦都在今个月3日由美国加州出发 前往印太地区部署 他们是美国头两手正式搭载最新型F-35C隐形战斗机的航母 分析认为F-35C入列 象征美军对抗高端对手 特别是亚太地区对手的能力有所提升 另外 讀卖新闻引述日本政府消息说 时任首相耕议委去年3月起 参照美国的自由航行任务 派出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船在南海航行 包括中国主张的领海外质 又和其他国家军演 报道说日方的目的是试图牵制中国 印太区域局势持续升温 美国白工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说 美国在太平洋拥有巨大的道德、战略和历史利益 但是对这个区域的支援就仍然不足够 更加直言他未来一两年最忧虑的问题 是太平洋有可能发生战略意外 被认为是担心中国有意在太平洋岛国建立基地 扩大影响力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了报道 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说 俄罗斯为首的违和部队即将开始撤走 经过连日示威冲突后 当地已经恢复秩序 托卡耶夫说违和部队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 会在两日之内分批由哈萨克撤走 预计10日内完成 在哈萨克政府内閣总辞后 出任代总理的斯麦洛夫 获托卡耶夫提名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并且已获国会通过托卡耶夫随即簽署命令生效 美国成功进行全球首宗为心脏病人移植基因 改造株心手术 患者目前情况良好 团体希望日后以同样的技术为病人移植其他株内藏 解决器官供应短缺的问题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医生 上个星期五为57岁的男人贝内特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不过这一次并不是一般的心脏移植 因为贝内特同时心脏衰竭和心率不整 医生认为他无法接受人类的心脏移植 但是如果不进行移植手术 估计他最多只是剩下半年寿命 别无选择之下 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在获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紧急批准之下 为贝内特移植经基因改造的朱芯 朱芯经基因改造之后 去除了细胞内 引致受移植者身体快速产生排斥反应的糖 手术历时七个小时 医生成功将朱芯移植到贝内特的体内 成为全球首例 贝内特目前仍然需要人工心肺基协助 并没有出现排斥状况良好 不过他长远的全活机会仍然有待观察 负责手术的医生认为 这项极绝实验性质的手术影响深远 目前美国有大约11万人 仍然在等候器官移植 当中每年有6000人 未等到合适的器官就病逝 研究员正是探讨以相同的基因改造技术 应用在朱脊的其他内臟 包括肾、肝和肺等 如果发展成熟 并得以普及使用 有望解决移植器官的供应问题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进报道 欢迎收看无线财经快讯 我是王善河 美国股市表现反复 道禽斯工业平均指数 跌近300点后跌势减弱 道指报36,030点跌40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报4680点升9点 重磅科网股再被沽售 影响美股表现 道指初段升大约25点后转跌 曾经跌299点 连跌第五个交易日 主要股份类别个别发展 其中公用股、房地产股 和必需消费品股沽压比较大 能源股就有买盘 瑞士银行认为 虽然联邦、储备局、科币政策 立场转趋强硬 但企业盈利增长前景 仍然受到消费开支 和融资渠道便利所支持 预计美股会重现升势 摩根大通也建议 趁市场超卖时增加持仓 提提欧洲三个主要股市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43点 法国CAT指数升65点 德国Dex指数升175点 世界银行估计 环球经济增长步伐 今年将会明显减慢 表现差过原先预期 世界银行因应疫情和供应链 瓶颈持续 和各地减少支援经济 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 由去年6月当时估计的4.3% 调低到4.1% 较去年增长幅度低1.4个百分点 春年增长率预料 会进一步下降到3.2% 美国经济 去年增长5.6% 今年增长率预料 会大幅下降到3.7% 教员先预测低0.5个百分点 欧元区今年预测增长率 由4.4%调低到4.2% 中国今年增长预测调低0.3个百分点 调低到5.1% 较去年增幅差 低差不多3个百分点 美国联邦储备局有官员预计 最快3月开始加息 今年以息无决策权的 亚特兰大联储银行行长博斯蒂克预计 联储局今年将会加息3次 最早可能3月就加 并在短期内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 以抽走金融体系内的过程现金 压止通胀飙升 他认为新冠确诊病例急增 不会令到经济脱离复甦轨道 反而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加剧 促使局方甚至需要加息第4次 看看美元最新汇价 对日元是115.376 英镑1.3621 瑞士法郎0.9236 欧元1.1365 多谢收看无线财经快讯再回 本港防范Omicron变种病毒流入社区的措施有效 又宣布启动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支援受影响的行业 第五波疫情持续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过去两星期 发现近40宗和输入相关的Omicron变种病毒个案 她说当中超过六成 即26宗在检疫中心中找到 因为措施有效 面对新一波疫情 特区政府采取的策略是速战速决 是用最严厉的措施希望将它压下去 没有因为这种追踪和检疫而走进社区 一传八传十传一传百感染 将会产生不堪设想的效果 为了和病毒斗快 当局已将460个地点纳入强检 超过92万人次已做检测 将增设或重开12个流动采养站 并增派人手 林郑月娥接种疫苗 是唯一走出疫境的方法 自政府公布二月底推行疫苗气泡 市民打针意欲提高 最新的接种率大约七成半 如果维持每日大约2万人打第一针 大约过半月之后可以达到九成接种率 为了加强接种能力 政府月底重开位于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 和界限街体育馆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为市民接种伏必泰疫苗 而接种中心增加去到14间 对于长者接种率偏低 60岁以上仍然有90万人未打针 林郑月娥宣布将会提供津贴 给到房院舍的医生 为长者和家人讲解 为长者同意接种疫苗 他又宣布卫生署核下的长者健康中心 将会由现时的三间增加 去到15间为长者接种疫苗 估计每日可以打2,000剂 至于政府上星期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多个行业受影响 政府会启动第五轮防疫抗疫基金 支援食肆、旅行社等受影响行业 林郑月娥说 头四轮基金之后 上予40多亿 相信足够提供相关资助 星期五会公布详情 郝星远事记者刘俊玉 另外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会公道地对参加过 洪惠民生日派对的官员做纪律调查 又反驳外界对他的质疑 说自己参加聚会当时 本港未有Omicron个案 十几个官员在1月3日出席 港区人大代表洪惠民的生日派对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上个月31日 即是公布首中流入社区的Omicron个案 第二天曾经和官员开会 提醒不要去人多的聚会 同一天食物及卫生局长 陈兆耻也提醒公众 强调对官员的诚信和行为有要求 会严肃处理 这是给社会的呼吁 当然也是给自己官员的呼吁 尤其是如果那些官员 根本就有出席当日讨论这个策略 是要这样强烈呼吁 我们不只是处理同事要犯法 我们也对同事有一个要求 诚信的要求 行为的要求 所以在一件这样的事里面 我作为行政长官 我觉得是需要进行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清清楚楚 告诉社会是怎样的 但今天是未收到这个调查报告 所以也不可以今天说 是有什么懲处 但正如我在声明说 我是会不偏不倚 严肃地跟进 但当然是要公道 应用按照每个人的情况 来做一个公道 林郑月娥说 初步调查 当日最少有214人出席派对 远超于餐厅应有的容量 而当日也以流水式运作 即是奔客分批到场 也不断有人离开 不符合那类食肆要求 她又说当局正在调查 国泰货机机组人员检疫 是否有违规 或者是否有人以货机回港 获得豁免检疫 这会是更大的不批准 但这必须要立正在调查 我们将立正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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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当局宣布 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当日 即是1月5日 九龙洛杉坛原定 谢麗斌府举行辞事晚会 特首办说同一日上午 通知对方活动不能够 如期举行 虽然活动筹备多时 但洛杉坛说 積極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尔报道 北京冬奥举行在职 大伦近的天津 累计出现近百宗本土病例 其中两宗大Omicron变种病毒 更加传到河南 天津已经和北京建立通报机制 北京冬奥组委说 暂时没有封城的必要 内地星期一 新增110宗新冠本土确诊 河南占了87宗 天津占了10宗 天津去到星期二中午 累计发现97宗阳性个案 包括两宗Omicron变种病毒本土病例 但源头仍然未明 除了一个儿童患者未打针 其余人士至少接种了一剂 20个人已经打了第三针 当局说Omicron引力性强 最快两日全一代 要争取在新一代传播之前 在48个小时内完成全民检测 如果我们全员核酸检测的时间 如果再延长的话 有可能再会出现新的一代 天津距离北京只有百多公里 为了确保北京冬奥能够顺利举办 天津当局已经和北京疾控中心 建立即时互动讯息机制 如果疫情传到北京 会立即通知对方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防止外疫 特别是外疫到北京方面 我们采取了很严格的一个措施 北京冬奥座委就强调 目前整体疫情可控 没有调整防疫政策的想法 也都没有封城的必要 而北京星期一新增一宗确诊 和四宗无症状感染 都是境外输入 其中确诊患者由奥地利入境 至于江苏无石第一次 发现Omicron输入个案 那个旅客由澳洲飞抵上海 集中隔离三天后 闭环转到无石集中隔离 期间确认感染Omicron 而在深圳的新冠传播链 扩大多四个人检测程阳升 三个人来自罗湖同一个家庭 当局相信 第一个患者透过接触境外 带新冠病毒的物品染病 无线电视机仔中卓希报道 至于台湾多12宗本土确诊 桃园机场相关群组扩大 台北亦都有医院护理人员确诊 为了加强外防输入 长途航班降落后要採检 多个旅客确诊 驻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防疫人员在桃园机场设立检测站 上午5班分别来自澳洲色尼 美国洛杉矶和西亚图的航班 219个旅客入面 17人检测结果呈阳性 由救护车在亭基坪送往医院 当局说阳性比率较想象中高 又说旅客要花大约2个小时等待结果 会努力缩短至1个小时 第一次去走这些流程 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 包括采检的安排 下面这个检验的量能 检验的安排 还有就是阳性的个案它的处理 而新增12宗本土个案 大部分属于桃园机场群组的延伸个案 包括机场清洁人员的家人 电子厂员工等 群组目前近40人确诊 台北市联合医院中兴远区 也有两个专责病房护理师染疫 其中一人曾经照顾5个确诊者 他的男友亦受感染 外界担心疫情已经进入台北社区 迟早会有一些零星感染 不要爆发就行 我倒觉得你要追求零确诊 成本带高 所以我们现在策略是这样 我发现确诊者就把它匡列 我只要确保说匡列的范围以外的 可能的感染率小一个 另外由于早前有机场防疫的士司机确诊 交通部禁止防疫的士 接载一般乘客两星期 只能够接载入境旅客到检疫地点 期间每日提供3,500元新台币 支入大约1,000元港币的宝座 无线电视驻台湾记者欧国勤不导 先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新闻时间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导 澳洲边防处正是调查网谈一哥祖高域 入境澳洲时是否作出虚假申报 报导引述消息指 根据祖高域就签证案向法庭呈交的文件 他1月5日入境澳洲时 曾申报入境前14天 并没有亦不会外游 不过当局发现 他在这段时间拍摄的照片 分别曾在塞尔维亚和西班牙出现 根据澳洲内政部网页 任何人未有如实申报旅游记录 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入狱一年 祖高域上星期三抵达物以本时 被边防人员质疑 未符合完成接种疫苗的要求 取消他的签证 他上诉得值 不过移民部长霍克仍然考虑 是否运用权力再次取消他的签证 日本最快3月为民众接种加强劑 应对变种新冠病毒Omicron扩散 又宣布将限制外国人入境的措施延长到2月底 澳洲的新增确诊持续高企 当地的医疗系统受压 日本受到变种新冠病毒Omicron影响 新日波疫情未有缓和迹象 手上岸田文雄公布更多措施应对 重点放在强化现有疫苗接种计划 宣布会为现在未合资格的12岁以下小孩打针 但属于自愿性质 并会利用现有的疫苗库存 先为高危长者打第三针加强劑 预计到3月会扩展至一般市民 说若厂莫德纳已经同意额外提供1800万剂疫苗 智慧队设立的疫苗接种中心 也会再次投入服务 至于去年11月实施限制外国人入境的措施 会延长至2月底 另一方面疫情严峻的冲城苑 防卫省说会应知事育成丹尼的请求 派医疗专家到当地协助抗疫 邻国的南韩星期一再多接近3100宗病例 是连续5日低于4000宗 超过六成来自首都圈 当局将于星期三决定采购和使用新冠病毒口服药的方案 并且会在星期五决定是否调整现行防疫措施 澳洲单日新增接近8万6000宗确诊 目前仍然有大约4000人住院 是一个星期前的接近一倍 死亡个案就有25宗 Omicron试约令到当地医疗系统受压 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老师说 当地大约有合共超过4400个医院和救护车员工 因为隔离而缺勤 救护车服务出现供不应求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仪宜报道 美国国会就首相约翰逊前年封城期间 和幕僚在首相府喝酒聚会 涉嫌违反防疫规定 召开紧急会议向政府质询 警方也就事件接触内阁官员了解 英国早前有传媒揭发首相约翰逊夫妇和一班幕僚 怀疑在前年封城期间在首相府举行聚会 约翰逊坚持首相府幕举行派对 也没有违反任何防疫规定 不过当地一间电视台最近拿到约翰逊助手 发出的电邮似乎驳驶了约翰逊的说法 电邮是约翰逊首席私人秘书雷洛之 前年5月20日向超过100个首相府员工发出 内容是邀请他们自备走水 在当日挨慢6点之后去首相府的花园 在保持社交距离之下一起唱饮 最终有大约40人出席 据报仲包括约翰逊夫妇 而当时正值英格兰因应疫情严峻实施封城 包括只将两个来自不同家庭的人 保持两米社交距离之下在户外聚会 而美利这场酒会可能已经违反当时的防疫规定 英国国会星期二就事件召开紧急会议 向政府提出质询 约翰逊并没有出席 接受质询的政府官员先向公众致歉 埃尼斯说已经就相关的事件 和其他首相府聚会的指控进行独立调查 政府暂时不适宜发表任何评论 但是强调防疫规定之下人人平等 埃尼斯又认为约翰逊不会下台 因为英国民众仍然对他有信心 伦敦警方说已经就事件接触过内阁办公室的官员 了解是否有人违反防疫规定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进报道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指出 过去七年是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七年 欧盟哥伯尼气候变化服务 在最新的年度报告指出 2021年是有纪录以来第五热的一年 欧洲更出现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 报告指2021年的全球平均气温 比起1991至2020年间的平均值高涉事0.3度 比起工业革命前高涉事大约1.1度 另外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也发表气候报告 提到2021年是美国史上第四热的一年 全年平均气温比20世纪平均值高涉事1.4度 气候暖化增加极端天气出现 去年美国就有近700人因为巨峰等灾害死亡 损失达到1,450亿美元 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另一节新闻 eee A E A